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Hello 下午好 今天要帶大家出來走步道 那今天要幫大家介紹的步道是 新竹新峰的鳳奇若日步道 那這個步道是位於 新峰就是明星科技大學的後面 有一個天德堂 的一個位置 那步道的全長是3公里 然後蠻多素鷹的 今天會帶大家看一下實際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位於那個鳳奇若日步道的入口 它的入口就會 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 就是國軍退役的坦克車 所以來這邊的話也可以看到很多 之前國軍留在這裡的遺跡 那可以來參觀一下 然後看看以前留下來的一些東西 OK Let's go 入口處可以看到就是這一台國軍退役的坦克車 然後因為這邊已經就是日曬雨林的摧殘 所以其實相關的那個告示牌已經有一點斑譜了 可是坦克車還是保持原本的模樣 還算蠻完整的 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邊就是天德堂的入口處 步道的入口處 可以看到沿路都可以停機車啊 汽車 這邊假日人潮也是非常的多 如果擔心天德堂這邊沒有位置的話 也可以停在另外一側蓮花寺的入口 夏天前來的話 一定要記得防曬還有防蚊 在步道的過程中 沒有販售任何飲品 要等到1.5公里處左右 才會有一個休息站可以購買飲料喔 登登登 奉行樂日登山步道 我們要準備從步道的登山口上去了 然後這邊有個奉行步道的簡單的簡介 位於竹北跟青峰相見 然後整體步道的長路約3公里 有良好的視野可以看到到南遼瑪更 然後因為有最美的奉行晚霞 所以又被稱為鳳嶼落日步道 上步道囉 OK 我們現在上來步道了 下面就是我們剛上來的入口 你看到嗎 那我們現在往上走都是這樣子的石階梯 對 都是這樣子的石階梯 然後一路往上走 可以看到樹蔭蠻多的 其實不會不像剛剛在下面那個太陽那麼大 蠻好走的 然後我們繼續往上 可以看到這邊沿路都是這樣的石板道 鋪得很好 平整 也非常非常的好走 然後很多人來登山 尤其是假日的時候 尤其是在下午的這個階段 大家都搶著來一堵落日步道的風采 第一個岔路口 可以看到往右邊去這個有點斑駁 但它就是往蓮花寺的方向 大概有2750公尺的距離 然後往下面這邊走 是通到另外一邊 然後這邊是往觀景平台的方向 大概是50公尺 那我們往蓮花寺的方向上去 Let's go 這是第一個涼亭 三號亭 很多婆婆媽媽在這邊唱歌 跳舞 非常的陽光 我們是三號亭 五百公尺左右 我們會進入的下坡 但是這個坡算是緩過來 也不會太陡 是慢慢的 是非常舒適的 我們現在要走上一個上坡 然後可以看到後面太陽很大 來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往上走 會看到第一個 就是 算是夕陽的美景 今天竹北的溫度大概是29度 這個時間呢 下午4點鐘 其實太陽還是非常非常大 尤其現在 夏天到了 那還好就是 這個風起肉日步道 它真的有很多輸贏 所以非常多人來這裡 就是劍走啊 爬山步行等等 因為它 比起一般的步道啊 跟山步道來講 它 陰暗 陰涼的部分 還是非常多 而且它距離比較短 很適合全家大吉祥一起來走 看 這是我們剛剛走過的步道 很美吧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樑頂處 看到很多小朋友 然後這邊有搭建 蠻多那個攀爬的 有熱器 所以讓小朋友來玩 看到 這邊也有一個 行李箱 蠻多人坐在這邊休息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廣場 可以繼續往上走 我們走過了剛剛那個遊樂設施之後 就是 看到會有一階一階的樓梯巷 出現一公里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走了一公里了 這個就比較平 然後斷斷續續就是 樓梯下坡 樓梯下坡 那它有 兩邊的停車場 所以原則上 如果你停在 任何一處 都是要再走原本的 路線再走回去 大約1.3公里左右 我們現在進入的 就是 石磚牆的 小步道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有一片樹林的光景 你看到太陽肥色的燥 繼續往前走囉 從上面下來之後 看到一整片湖北市區的風景 非常漂亮 白天白雲 你繼續往前走囉 整個竹北的市區 漂亮 整個竹北市區 頭前 一直到頭前市橋的位置 都看得到 很漂亮哦 一直在往上走囉 我們現在已經做一個 這個叫防空桶子 據說鳳起若日葡道 過去是伯君駐守的一個池 所以這邊就是 可以看到很多那種 鐵絲網啊 或者是 一些軍事的相關 告示牌列在這邊 那以前是不能夠瞬間 然後我們現在 到了一個岔路 然後左手邊這邊有一個 一塊後壁 很多小朋友在這裡休息 對不起 拉倒 就下來了 不要用 這邊有很多吊環啊 然後爬竿 這有點像是以前 阿兵家在這裡 信念土地的地方 然後旁邊也是有一塊露台 可以看看風情 看看 落日 看到嗎 然後也可以在這邊 練練身體 拉拉桿 哇 好涼哦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條小路 就可以繼續往上走 那步道整體就是3公里沒有很長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是走到了一半的位置 那再往上一點 會有一個小涼品喔 賣一些飲料啊 還有小點心 我們繼續往上走 我們現在已經走超過一半囉 在主線1.7公里的地方 繼續再往著步道走 可以來去中間的那個休息小站 買個飲料 我們繼續往這邊走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座 一座茶桌 可以在這邊做中途的休息 然後繼續再往前走 那有一塊風景非常美麗的地方 哇 太陽非常大 可是這一片就是 最棒的觀景台 很寬廣的觀景區 大家都聚集在這裡 這邊就是那個鳳起小站 有營餅啊 校長的地方 然後前面這一塊 大家可以看到 遠方那邊有頭前夕橋的位置 然後這邊就是整個竹杯市區 不是市區啦 就是鳳起這一塊的一些 農田啊 住宅 湖景非常的美 可以在這裡吹吹風 太陽真的很大 太陽真的很大 在旁邊 買個飲料休息一下囉 那這邊休息室也可以看一些 一些古薰泥留下來的 道士拍之類的 還蠻酷的 還蠻酷的 很適合拍照 還蠻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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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鬆餅幾塊 薯條 咖啡飲料 往右下街梯走上去 歡迎照相打卡 食料 跟參觀 這邊也可以拍照 這邊也可以拍照 這邊可以休息一下 可以趕快在那裡坐一坐 這邊真的還蠻棒的 這邊可以拍照 剛從鳳梨小藥館下來 看它旁邊有一個標榜 現在也是之前那個 軍事用品的時候 用的一個標榜 它已經被雜草 是不是 遍布 但已經隱約可以看到 這邊是 以前有一個標榜的地方 我們繼續往下走 這邊有一個停車場 停車場不知道是從哪裡相同 空中停車 空中停車 擦布 可以來這裡 試吃東西 繼續往下走 到蓮花四曲 從上面走下來 到某一個部分的時候 你就發現時間 好像已經斷掉了 那進來的下面這一段 都已經是 就是黃土的霧道 比較接近 越野的路線 但是走路的時候 還是要很小心 因為這邊 像這一區的樹根 就非常多 沒有注意的話 可能都會被擺到 這一段啊 樹根非常多 所以走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 尤其是有小朋友啊 或者是長輩的話 旁邊其實有繩子 它走的時候 可以稍微拉一下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不然這個樹根 都很粗 沒有注意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半夜了 現在呢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 樓梯的結尾 然後 轉過來這邊 其實就是一個公路的用地 施工中 對 那我們看這邊 其實是有一個告示牌 就是說 往下面的 蓮花四四九百四十公尺 然後 剛剛原路去的話 是往天德塔 就是我們 上去那個起點的位置 這樣 對 旁邊其實有一些告示 就是說 如果有下雨的話 都是會比較鬆軟 那進入這邊的話 要特別留意跟小心 好 那我們現在要繼續 往蓮花市走囉 原來它中間其實是 隔了一個 這個通道 然後 然後 緊接著這邊還有一小段 就是 900公尺 到了蓮花四 看到這邊 公告 按照的公告走 那一樣它還是 有一些告示牌 就是規限大家 總是說要小心 因為遇到大雨的話 有一些土石坍塌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去往下走囉 好 從這邊往下接著走 是 大約是2.1公里 全長3公里 所以大概900公尺之後 就到蓮花市的結尾 那當然因為像我們的車是停在 剛剛上面那個天德堂的地方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要再走原路再上去 那我們趕快去蓮花市那邊看看吧 往蓮花市這一段的 霧道 它雖然就是有這個石階 可是它其實這個石階 就沒有前面這麼的 平坦跟乾淨 你看這一塊就是 又又又是一塊 空 算是泥澱的土地 在整頓中 有點斷裂的感覺 對那這一個部分 就真的比較沒有什麼好走 那如果大家比較不喜歡走這種 難走的 步道石階的話 那可以考量就是在 剛剛那個鳳池 鳳池小鋪那邊的時候 就可以折半了 不然再往下走大概就是 比較髒一點或者是說 比較不平的石階 下一階往蓮花市後面的這一段 那可以看到我的後面 有一個高式牌 看到嗎 它是主線2.3公里 我們現在走到2點 後面還有700公尺 那整路都是樓梯 就跟我們去走12寮的那個鋪帶一樣 都是樓梯 然後下面也都是樓梯 它不平 然後因為前段時間有下雨 所以都有積一些土 沒有很好走 所以走這邊的話要特別留意 那我們繼續往上 走囉 我們現在大概走到2.5公里 然後大約是從下午4點開始走上來 然後走到現在已經是6點03了 也差不多是看落日的時刻 好 那我們還有500公尺其實就到 蓮花市的部分了 那我們就只差500公尺 所以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然後也要盡快再走回來 那夏天天黑的比較晚 可是一般來講秋冬的時候 這個時間應該蠻暗的 那大家走這裡要特別小心 我們現在走到祖仙3公里了 表示路道其實已經結束了 然後這邊有個岔路 左邊這邊其實是一個樓梯 可以去涼亭休息一下 或者是走右邊這條路 就繼續往蓮花市走 那我們剛剛問路人 他們是說拐個彎就到了 我們趕快到蓮花市去看看 看到蓮花市了 3公里 步道完成 蓮花市這邊有一個停車場 從平車場站投出來 旁邊這邊就是蓮花市 如果需要接廁所的話 也可以到蓮花市來 可以看到我們 6點多走出來 已經可以看到夕陽了 然後這邊有個登山步道的前景 就是等於是兩邊 蓮花市跟天德堂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走 看這個落日還蠻滅的 OK 我們今天已經走完步道了 可以看到後面 其實現在就是 落日的狀態 那道路其實都 後面都是晚霞 蠻漂亮的 那這個鳳崎落日步道啊 整體來講 其實走完之後 我們有一點點小失望 因為其實在那個 休閒休息的那個 中間那個鳳崎小鋪 之前的前半段啊 它的路是非常好走的 但是在後面這一段啊 往蓮花市這一段呢 就非常非常不好走 對 然後除了泥泥啊 然後道路不平以外 風景其實也沒有前面那麼漂亮 那過程中啊 我們一直很期待 可以在這個步道中看到的 有些標寶啊 或一些軍事的遺跡 其實都已經 有點被草覆蓋啦 或者是 有點殘缺不全 沒有想像中這麼完美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運動啊 或者是走走啊 在樹蔭底下 或者是走走步道 爬爬山的話 它還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路線沒有很長 全長也不夠三公里 那如果你不走後面 蓮花市的部分的話 其實前半段非常短 那這邊整體來講啊 其實是非常適合 全家大小一起來走走的 尤其是利用假日 來曬曬太陽催催 萌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今天的鳳起落日步道 就幫大家介紹到這裡 歡迎幫我按讚分享 或者是訂閱我 那我會持續的幫大家介紹 各式各樣的步道 然後讓你們看看這些步道的實景 作為你們來登山見走的一個參考喔 謝謝大家 掰掰 在旁邊 也請按讚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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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